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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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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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到这边来 其实我觉得要感谢 当然感谢联合报跟佛人大学 我自己从小出生是天主教徒 当然后来皈依了佛教 但是跟天主教还是有很多的渊源 我结婚典礼是在天主教的教堂 另外 联合报更是从小到家里 一直到我现在最忠实的 拜读的一份刊物 也是最重要的台湾影响力的 一个媒体 所以今天能够有他们安排的机会 到台上来我觉得非常的 荣幸跟高兴 其实以台湾现在的气氛来讲 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要把时间多让给年轻人 我看来我今天不这样做也不行了 所以我会尽量缩载我的内容 年轻人已经把时间都已经抢走了 基本上我想我的第一个部分的 这个 我要所要讲的就是 基本上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规划 但是基本上很多规划是赶不上的 其实我今天配合的一些的字眼呢 这个大家做参考就好 也许它就像一本书打开的第一本枫叶 总有什么 我献给什么人 但是这些是原则 它能不能在你生命中来实现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机缘跟因素 我虽然自己认为自己年龄已经大了 但是我觉得记忆力还好 其实我最想到的就是在小时候 我似乎还记得我小时候 经常在家里拿着一个麦克风 其实是一把扫把 学习当主持人 长大了之后 我知道了心理学家分析过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喜欢讲故事 包括像Ember一样 我从小的时候家里是体弱 而且外貌也不怎么样 所以我必须用讲话来争取别人的注意力 当然Ember绝对不是这样子 争取注意力成为了我的一个自己 最能够有把握的一件事情 到后来我发觉很喜欢讲话 讲话之后我就想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之后 我不知道做什么是其实 到了高中的时候 今天像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学校安排了一个演讲 来了一个是我的学长 那个学长刚好是在当时电视台做主播 我立刻想到了 我就要做他的工作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我唯一一生听的第一场演讲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座各位 所提供的各位内容 一定可能会触及你心中的有一位 那一位的一生可能就此受到影响 那真是你的活该了 对不起啊 但是人生就有这么多 你会碰到很多机运 碰到那些贵人 他们在生命中都不知道什么时刻 就开始影响到生命 我念新闻就是这样子如此而已 其实我家里非常的反对 但是我后来去念新闻 当然第一场我没有考上 而且是大学落榜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失败 但是 也许我就是走别的路了 但是后来我去念了一所学校 那时候我并不想念的 上课第一天老师就跟我讲说 你们想念的其他的学校 你们办不到的 这辈子你们就老老实在那边待着吧 我就因为那句话气的 我觉得我要重考 然后我真的去重考了 考上之后呢 又碰到另外一个老师的系主任 他跟我们班上另外一班的女同学 想说你们女孩子不要念新闻 你们女孩子嘛 你们要生孩子 然后成家立业 新闻界不需要你们这些女性 当然他的预测也错了 今天新闻界都是优秀的女性在领导 所以像我们的有种编辑 所以真的是这个行业的变化非常大 但是我的人生自己那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做新闻 但新闻觉得那时候开始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兴趣 跟我兴趣一个专注的目标 专注目标之后 当然人生你还是有很多的变化 我到了美国去念书 念书的情况是因为我在大学 有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 我看到他 我觉得我看到人生的一些方向 所以我觉得学生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老师对你们人生真是有很多的指引 如今这些老师们 还在我的人生路上在帮助着我 所以我觉得大学的时候 跟老师们迎接一些好的关系 你人生绝对是有帮助的 千万不要轻护他们 更不要轻易地去跟他们开玩笑 然后我到大学的时候 受到他的影响 我去美国念研究所 研究所念的还是新闻 结果我在念硕士论文的时候 美国老师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念的美国这些民主自由 这些民主新闻的理论 请问你当时台湾还是一个戒严的国家 回到你的祖国有什么用啊 我想了一下 我总不能说没用啊 没有我还能念个什么劲 我突然想了一下 我跟他这种形容 这个形容到今天 我觉得还若干对我影响 我说 我说我就算是一个短跑的选手 如今我跑的场地可能蛮小的 大概50公尺60公尺 100公尺都不到 但你怎么知道我的跑道将来不会延长 我的圆周不会变成500公尺 1000公尺 我就是要做那个跑道上奔跑的人 他听了似乎有所感动 给了我学位 通过了考试 当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觉得这三十多年来好快 我觉得我一直在做的想做的 就是我今天提供各位就是 签订一个目标 做你想做的事情 付出你的努力 命运会站在这边的 我的第一个人生的命运就是 回来之后 我碰到台湾的频道的改变 然后愿意招考新人 以前他们的招考 电视公司是封闭的 于是我招考进去之后 我的招考的第一次考试 刚好是我的母校正大新闻系办的 那时候考试的录取率很低 但是我一直在大学的时候 写了一笔烂字 全部学校老师都认得我那笔烂字 结果有1400个考生 最后台试公司录取两个 大概是因为我的烂字 所有考分的老师 给予一些同情加冕 我不知道 我觉得那场考试是完全公正的 最后我是录取的 但不管怎么样 师长在那个路途上 发挥了很多的 给我的鼓励跟帮助 进入电视公司之后 刚好遇到台湾的电视频道的 整个的改变 新闻事业的变化 台湾事业走向的开放 我非常快速的 我在一九 政治台试录取是1984年 但我1989年 我就做到了台试的采访主任 五年的确太快了一点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 人生真的时候需要慢一点 人生的快速 我先讲的快速到这边 我的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我立下的目标 几乎很快地达到了 我那时候大学 也不知道是一个老师告诉我的 他说你人生一定要定下目标 你要懂得周期性地检讨 于是我给我自己延伸 定下一个叫做五年目标 我会五年自己来检讨一次 评估一次 我那时候听到台试说 五年之后 我希望能够做到一个 某种的领导的位置 我希望能做到一个制作的team 但是八九年 我就做到了采访主任 太快了 然后当然我完全忽略了 当人生在走向一个快速的时候 你有太多的历练 你没有学过 你想到的只是你的野心 想到的只是你的侵略 想到的只是自己的能力 我那时候觉得天下就是我们的 我们何妨 于是你对一些旧的 传统的 过去的 也都开始给予它的排斥 甚至嘲笑 很快的 1989年我当上的 我碰到了台湾 那时候八九年 碰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天安门的血运 那时候我带领台湾新闻 也后跟各个媒体 相信那是近二十多年来 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新闻的事件 这得以免至于 1989年的台湾 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年底的选举 12月的时候 台南选举 发生了一件 选票 所谓的作弊事件 其实是竞争的对手之间 彼此的争执 然后我当采访主任 我那时候决定 我自己的晚间新闻的主要内容 结果 我们报错了 我们误信了一个对手的谣言 我们在晚间新闻 报了错误的内容 而在当时台湾的社会 当时台湾的社会 是非常动荡的 于是我们误报的内容 刚好是说 这个反对党的对手 他找到了一个票箱作弊 结果完全是他的一个 不实的说法 但是我们竟然当成了新闻 而且放在头条播出 于是最后引起了 地方的选情的骚动 地方的选情的 那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真的 口出一言 电子传播力量太可怕了 于是在那时候 我们立刻晚上 我第一次人生的 那比起现在的 大家经常看到的道歉 可更多了 我们那时候道歉 是我每十分钟 被我的总经理下令 要在电视前面道歉一次 我要自己坐在那主播台上 把我刚刚所内容的内容 要向全国人抱歉 道歉 而且一直道歉的晚上十一点钟 我相信 比现在很多人的道歉 来得更伟大一点 但是 随着之后 我立刻 我的工作被拔掉了 连带的影响到我的主管 我的朋友 支持我的人 都因此这个事件受到影响 我才进入电视公司 新闻五年 我学到了一件事情 真的 很多事情 不是你能够 当很多事情太快来临的时候 你真的要有所准备 有所期待 而且你要有所谨慎 因此我已经学到了 等一下告诉各位 就是人在得意志时 你要懂得谦虚宽容 那时候 你的一切的事情 都会因为你的努力会来的 但接下来的 就有人生很多的修正的工作要做 于是从后来 我自己开始 在过来的时间之后 我做了一些修正 我不能说我完全那个 忘掉了过去的这种不良的习性 但我进行做修正 修正之后 但我自己坚持 我还是那个当初 希望能在跑道上 努力跑的选手 然后我还在跑 所以在后来 我的电视工作 转换了不同的频道 也有转换了不同的内容 但是索性的 我碰到了台湾的电视史上 一个最大的变化 也就是频道的扩充 以及有限电视的兴起 再加上社会的解禁 整个台湾在过去这20年来的电子媒体 非常大的变化 虽然各位刚刚有人批评电子媒体到目前 包括了报纸平面 不管怎么样 但应该不够否认 科技的进步 是改善了台湾社会的整个社会空间的结构 也让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的生命 从此发生了变化 我就是其中之一 然后到现在 我还是坚持的 但是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接下来 我们在一些坚定目标之后 你要做什么努力呢 刚刚讲的第一个 你要学习宽容 学习人生的事情会转弯的 会变化的 但第二个来讲 你要懂得坚持 我觉得坚持最重要 不论你坚持什么 那个坚持最后会pay off 那我的坚持就是 我希望能够留在我自己的传播事业上 做我的自己 当你做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诱惑来 我自己的诱惑 包括了金钱的诱惑 位置的诱惑 甚至转换轨道的诱惑 当然拒绝有时候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我到现在有后悔 绝对后悔 但后悔什么事情我不跟你讲 但是后悔 后悔就是一种学习 因为那个后悔的过程 会带来另外一种人生的改变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 也没有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完全满足的 你要学习 刚刚讲到等待 第二个要学习去后悔 同时要学习去后悔之后 你会觉得你还是做的这个比较好 于是我自己一直维持在我自己的轨道 直到六年前 六年前又转换了 但是这一次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机会 也就是现在我所自己主持的 在公共电视的一个 爸妈就很大的节目 这个节目来讲的话 是一个 我们没有想到它做那么长 也没有想到它能够到现在 还在继续得到公私的支持 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 让我自己 开始在人生的一段很长的工作之后 学习到了面对自己 生命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今天最后我要提供给各位的 人生中我觉得 当各位懂得选定你的目标 坚信你的目标 努力 而且懂得谦虚宽容 之后 你要开始去学习 怎么去欣赏你的人生 我自己看到我的人生的 无论是多么的完美 也多么是贫乏 但我还是开始学习到一件事情 毕竟活了这么长的年龄 总要开始想一想 也是最后我觉得我想送给各位大家的 就是人生最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一个价值 你自己的专长 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在里面 那是别人永远夺不走的 而这是一个你永远不会后悔的事情 拥有一项专长 第二个 拥有一个兴趣 这个兴趣将会永远伴锁掉你的人生 无论它在哪个阶段 没有兴趣的人 可能比没有快乐的人更加痛苦 兴趣是太重要的 这份兴趣在现在你就可以培养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寿命不断在延长 但是光寿命延长 你的生活品质没有同步跟进 有什么用呢 因此请再去找一项你热爱的运动 这项运动会永远跟随你的生命 然后让你的生命充实而愉快 接下来很简单 找一群好的朋友 以及找一个安和的家庭 我觉得人生专长 兴趣运动 家人朋友 人生缺一不可 这些就是我自己在生命中 自己找到的一些事情 也就是在人生很多的变化当中 当你懂得自己坚持 你自己的价值 无论最后的变化怎么样 你还是那个在跑道上奔跑的选手 哪怕最后汉山已经破了 球鞋已经烂了 但毕竟你还在跑 你还是听得到一些掌声 一些掌声就是来自你的朋友 跟你的家园 我祝福各位永远有这么好的掌声 在陪伴你的人生 从现在就开始 谢谢 好 谢谢李斯坦大哥 好 从现在就开始 我们邀请学弟学妹跟 哇 你看 人家还没走下台 你的手已经举起来了 好 我知道你是粉丝 我给你一个特别的机会 好 我让你走到前面来 好 我让你走到前面来 近距离的跟偶像交流一下 好 来 我们掌声给这位同学 鼓励一下好吗 好 谢谢你 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中文系的方玉琳 好 玉琳 你好 就是我想问李苏丹先生 就是你主持就是爸妈窘很大 然后你有跟很多就是父母跟 就是小孩子们 然后做双方面的沟通 算是一个桥梁 那我想问你就是如果站在 就是孩子们的立场来说 你认为就是现在社会真有对不起年轻人吗 还是是我们自己不够努力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你认为就是父母应该要改变他们想法 让我们去出去外面闯一闯 还是我们要把就是好的社会企业带回 带进来台湾 你叫我忏悔吗 你叫我忏悔吗现在 我想一下我是不是该忏悔 好 我觉得你好像变主持人了 这位好像变成特别来宾了 我想他问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就是究竟父母亲跟孩子的角色 其实在我们节目中经常看到的 我永远是一个现在爸爸的身份 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自己再重新假装 我是一个年轻人 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 不要让你在那边站太久 我就长话短说 我就觉得 你第一个问题我忘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社会真的对不起年轻人吗 还是年轻人自己应该更努力 那我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记得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 我觉得应该鼓励出去 因为年轻人 今天社会能够让你们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你们有 有无限宽广的空间 去发展你们自己 我觉得父母亲能够提供的 就是给你们这种机会跟条件 然后提供都来不及了 怎么能说阻止呢 我觉得是只要有人能够出去 就一定会有人能把好的带回来 只怕我们都停在这边 没有人对不起对不起谁 我觉得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请年轻人给年长的人 一点点尊重 他们跟不上你们 他们在知识领域比你们弱很多 我们都不是生长在资讯网络的时代 这些父母亲他们还停留在 他们父母亲所教育的一些内容 他们还有一些很多的成见在那边 他们也有很多赶不上你们 他们非常希望赶上 像今天我们看到的Roger的爸爸 他就是在这边努力地想追赶 我今天我们的节目 看到最多的父母亲都是 他们真的一来就已经是妥协了 第二步就是要投降了 他只希望让我这些爸妈 还能够在你旁边 分享你一点点的空间跟阳光 给他们一点点机会 我觉得听一下他们 尊重一下他们 他们会努力表现很好 至少我看到我们节目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谁到谁 尊重 好棒 好 谢谢 其实你既然对亲子有关 我要把四段大概这本书送给你 本来要送给罗伯伯 罗伯伯看起来蛮有钱的 可以自己去买 我们学生比较穷一点 感谢 感谢 感谢各位 也感谢这位同学 好 我们来谢谢 消炉不好 对不起 谢谢 谢谢